这是一把国产的便宜的恒温电烙铁 带风枪的一提的 这个买的也是年度比较长 刀头是换过两三四吧 现在是不加热 我们来看一下 一定要在断电的情况下 这是加热棒 我们来把它拆解 推后边的线 你可以看出一根地加热丝 然后两个 这是一个热敏电阻 两个来测温的 跟上面对接的线 这个已经是完全烧了 这是上次维修过我 还是老问题应该 没问题 就是它如果要做成像白光领螺丝的那种 会比较好一些 但它现在做的是焊接式的 焊接式的如果它坏了的话 你再去焊接 你就需要再买一把电烙铁 这一点是不太好 把它取出来 这个焊盘是够不到了 然后把它从这穿过来 直接上焊盘 看我这个焊盘 这个焊热管 程度够不够 嚼一点 要说它跟白光的区别的话 它没有白光的耐用 温度 没有白光的准 温度我觉得是有点偏低 总体使用 还凑合吧 对得起这个价钱 一分价钱一分货 便宜吗 所以 我们来讲一下 然后 你 如果再烧一次就得换这个加热管了 然后这一把我看多少 75瓦的 75瓦的这个烙铁要预热 这个预热时间比较长一些 它不像这种荷轮烙铁速度比较快 然后直接上锡 这都不一定能焊上它 这种荷轮热时间比较快 好 我们测一下 打到封明档 看一下有阻值吗 电热丝其实就是跟电阻丝是一样的 它必须有阻值 没有阻值的话就烧断了 没问题 然后彻底凉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装回 这就还能使 对这个烙铁换头 从这推出来 就可以把这个头换掉 总体来说这个头我换了好几个了 这些好多配件插头也好都是仿的白光的 仿日本白光的 我把大的电烙给拔了 把小的加热 能感觉有温度了 感觉到有温度了 松香 松香已经开始融化了 好可以继续使用了 谢谢大家